咳嗽 咳嗑不停 长期吸烟不止可能导致 肢气管炎 肺炎等疾病 还有容易与一般感冒症状 搞混的肺阻塞 当病患发现时 往往已经是中期而不自知 肺阻塞我们亲自说的 就是咳 痰 痠 但是咳痠痠 可能有十分的人觉得是十分三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你如果更晚期开始的呼吸困难 感觉没有体力 肺阻塞的原因是因为 长期抽烟或是吸二手烟 以及空气品质不佳 导致咳嗽和弹量增加 而让致气管发炎 最后让气管通道越变越狭窄 变成了肺阻塞 肺阻塞每年造成台湾5000位 民众的死亡 对台湾民众的身体健康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同时因为空气污染的增加 还有抽烟的原因 也会造成肺阻塞的肾群力 一路往上走 肺阻塞到了中期症状 便会产生呼吸困难和不断喘息 严重者甚至会连走路 洗衣服都喘个不停 影响日常生活 提醒民众 如果有弹量增加和酒壳超过三周 就要及早就医 带来新闻科兴志台北报导 国际